大家好 我是小雨 這幾天不管大家是從網路上或是新聞 應該都會看到一些讓大家不是這麼安心的消息 我們台灣的疫情好像有開始擴散的趨勢 但是你說真的有很嚴重嗎 對台灣來說當然是 但是相比世界其他的國家 我覺得我們台灣還是相對安全的地方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只要大家做好個人的防疫措施 包括戴口罩然後勤消毒 我認為這一次台灣應該是能夠再次的對抗這個新冠的疫情 那這幾天從禮拜四還禮拜五開始 就是出現了一大批就是來豚豆子的 一次就是買個三磅五磅 那這些客人平常可能都是買半磅 所以導致我豆架現在滿空的 今天也沒什麼特別要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我接下來拍的東西也滿難準備的 下一個關於咖啡的影片滿複雜的 東西要準備很多所以我還沒有要拍的意思 那今天因為剛剛看了新聞然後今天是180例 所以就跟大家閒聊一下 那我個人認為呢除了這個防疫的工作以外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顧好自己的情緒 自己的心情 但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就是咖啡可以扮演不錯的功用 盡量不要出門 那待在家 待在家要幹嘛呢 平心靜氣的 我們暫時先把這個新聞關掉 把手機放下 然後專注在自己眼前的這個咖啡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來沖煮一些咖啡 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 因為有時候身體固然很重要 可是我們的情緒 我認為是更重要的 像包括這幾天有什麼搶購的啦 我是覺得大可不必 因為我們台灣的物資 台灣的防疫物資 台灣的民生物資其實都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大家不需要特別去搶購 一些什麼 那 我是希望台灣能夠戰勝這波疫情 那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一起為台灣努力 那我現在店裡面呢 也都採取了最高規格的防疫措施 我現在基本上是 只要有一個客人進來買完豆子以後 我是整間店用漂白水消毒過一遍 酒精幾乎是全噴 對 所以就是 大家每一個人做好自己能夠做的東西 然後不要輕忽 對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 我相信台灣的疫情是可以獲得控制的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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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把 手機打開 看到 那些東西 或許 一些 本來可能精神或情緒 就比較沒有那麼穩定的人 呃 你再繼續看這些東西 呃 會更不安 更焦躁 那 看本書 每天固定 什麼時間 譬如像下午2點 呃 看看我們的阿丁部長 說了些什麼 那我們就把手機把電視關掉 看本書 然後聽個音樂 讓自己不要 呃 深陷在這個疫情的情緒當中 那 今天 也沒有什麼要特別講 希望台灣能夠加油 然後 能配合的 能夠做好防疫的 就 盡量 做 像 我昨天呢 就是有一個客人 因為我前天就開始實名字 就進來要寫一下名字 還有 電話 那昨天有一個客人來買豆 他就說 啊我只是買個豆子啊 呃 為什麼要留資料 我就開始開噴 就是飆到不行 對就是 就髒話連篇 然後 就是 直接用幹狗的就對了 然後被我罵一罵一罵懵了嘛 然後說 那不然 啊好 那我登記 我說啊你們白白 我 不要直接講 就是 我 你這種客人 我不願意做你的生意啊 然後我就把他飆出去 我就滾 你現在想起來不及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大家的防疫的意識 要建立起來 那其實 像我們這種小店 其實你說真的要實名字嗎 我是認為不必 但是 呃 我不希望 我們這間小店成為防疫的破口 雖然我這樣自己這樣子實名字 可能會對大家 如果 有確診 對大家或許是比較不方便 因為 只要在我這邊留過簽名的 都會被居家檢疫到 但是我是認為 呃 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後不要讓 呃自己 或是自己的店家 成為防疫破口 那 今天 大概就聊到這邊 那大家加油 台灣加油 讓我們心情好起來 那我 我這幾天 對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幾天啊 為了防疫 特地買了好幾本書 因為想說接下來可能 呃生意會比較差 每天空閒的時間會多很多出來 所以我買了幾本 喔 關於經濟學的書 喔 我最近 覺得經濟學好像還不錯 喔 這本 經濟學 的 40堂公開課 那所以最近來 K這本書 如果我看完有什麼想法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 喔 那今天就這樣 掰掰 掰掰